我们在前面的AutoHackKey的影片里面介绍了AutoHackKey提供的功能 还有如何要达到这些功能需要去撰写的语法 那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还要再去学习一个程式语言实在是很辛苦 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程式语言学习的这个慧根 总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学习 然后还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那今天介绍的三个工具呢 能够直接让我们在网站上面 直接用点选跟拖拉的方法 就能够直接产生出AutoHackKey的脚本 然后来达成我们需要它达成的一些功能 那所以想要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制作AutoHackKey的功能的朋友 今天这个影片应该就会很有帮助的 那介绍的第一个网站是这个作者叫做逆道者 它也有AutoHackKey的一些介绍影片 各位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它的第一个是自动化工具语法产生器 就是指定好组合键设定功能 然后就能够复制它的语法出来 然后它也提供了第二个方法 第二个称作积木语法产生器 就从这边点进去就可以看到它这个积木语法 它就更简单了它是用拖拉组合的方法 来组出我们需要的AutoHackKey的功能 那它这个是使用Google的Blocky框架来达成的 那第二个网站叫做ahkgenerator 它一样就是让我们指定好 我们要做了这些按键以后 就能够帮我们产生出我们需要的功能出来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自动化语法产生器 首先我们就是先设定好我们的按键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选项可以选择 那这边当然还有一些选项 各位可以自行去点击测试就知道了 那我们今天来测试一个AutoHackKey的功能 就是指定一个图片档给AutoHackKey AutoHackKey就会自动根据这个图档的内容 在我们的网页里面去搜寻 然后找到这个图片出现的位置以后 来直接移到那个位置来做点击 所以我们这个动作就是做这个事情 那我们这个设定好以后就复制语法 再把这个语法它就已经复制到剪贴布了 我们就把它给贴到我们的AutoHackKey里面来 在AutoHackKey里面我们再点这个Execute 先前执行过了就把它给覆盖掉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网页来 我们来做个测试看看 按下Ctrl Shift C 你可以看到它游标就移过来了 它其实应该要点击下去 会产生这个出来 这个假设我们把它弄成点击三次看看 会不会比较会点到 好刚刚好像没点下去 嗯还是不行 奇怪 那我们 延迟一下看看 对不起 刚刚这个改了以后 没有重新复制语法 所以我们刚刚执行的这个 这个还是旧的 它其实只是这一行改变啦 我们如果不行 我们等一下也可以直接来改它 好 好 再回来这个网页 再Ctrl Shift C 好 你看它就执行了 所以这个是用图片去找到位置 螢幕上的位置 然后直接再去做点击的这个功能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积木 积木语法产生器要怎么做 这个其实它有一个很简单的 从这个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你要先决定你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透过什么按键 然后要执行什么动作 我们可以从这个基本这边 就可以找到很多的样本 比如说我要 当我要执行 我们就直接点就可以把它拖进来 它这个是按下Ctrl Win Alt跟T 就会清空我们的资源回收桶 这个Key好多 如果我们不要这么多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删掉呢 这个把它移走 T移回去 那这个按右键 按右键 选删除 就可以把它删掉了 所以我们要清除我们的垃圾桶 就是按下Ctrl Win跟T 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我们就做好一个动作了 可以说很简单 那它这边当然就还有很多的 这些选项可以再来选择 那这好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 转换为ahk语法 那它这个呢 就是产生好的语法 你可以把它下载成你要执行的ahk档案 或者是复制语法 一样把它贴到剪贴簿里面来 然后呢 再开Auto GUI 再把它给贴进来 那这就是它执行的样子 我们再Execute一遍 那这边呢 Ctrl Shift A 它会跳到这个网页来 我们让你看看 Ctrl Shift A 它就是开AutoHotkey的网页 然后呢 Ctrl Win跟T Ctrl Win跟T 这个Hotkey可能没有成功 Ctrl Win跟T 不行 好吧 那我们把它再 我们把它改成 诶 哦 是杀太久 可能我垃圾桶里面东西太多了 现在才弹出来清理完毕 好 所以其实是成功了 那这个 这两个网站 就是 就是这样子 就可以很快就产生出来了 可以说很简单 好 那接着我们再看 后面一个AHK Generator AHK就更简单了 就首先你就是 你选择 先选择我们要做 制作 热键还是热字串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热字串 我们做个Hotkey 好了 Ctrl Shift 这边直接打C进去就可以 然后再选择你要做什么事情 比如说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记事本 那这边就是随便打一个名字 Nopad 这边也是直接用Nopad 好 然后这样子呢 这样就做好一个功能 你可以再按下一个 再继续做下一个功能 比如说 Ctrl Shift 跟 Z 好了 那我们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是要开启 我们的Chrome 那这个是分页 比如说我叫做Test 然后呢 我们一样要去开 AutoIP 点Cup 然后再Submit 它就会帮我们把预法产生在下面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Download 或者是在这个里面 按Ctrl A 再按Ctrl C 我们就把它贴到我们的Auto GUI里面来 好 它这个 这个HK Generator 有把我们这些环境给 这个指引有产生出来 应该会方便一点 好 那这好了以后 我们刚刚按的这个Key 就是 Ctrl Shift 跟C 开记事本 没有问题 Ctrl Shift 跟Z 好 它就跳到AutoHKey这个网页来 好 所以 这样子也可以很快就产生出我们要的程式 我们的程式出来了 那就功能面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 逆道者写的这个 2.6版的这个 预法产生器功能有比较多 那 这个功能如果再加上Auto AutoHK Generator上面的这些指引 那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AutoHKey的一个脚本 那 这样子就可以很快帮我们达到不用写一行程式 但是就可以有AutoHKey脚本的这个功能 那今天就介绍这三个工具给大家 希望对各位AutoHKey的学习有很大的帮助 谢谢各位 naprawdę 再见 在 men之下 我看这些信条 是 帮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